一吋光益一吋機 代代都有新奇蹟 这么小的一个摄影机PK3 居然拥有一吋的功能 超大的感光元件 造就了它进光量的加大 ISO的有效的压抑 让它的画质更加的清晰 晚上的表现真的是 没话说 甚至于有一部分的全幅相机呢 都还跟不上它的一个水平啊 那么晚上的效果呢 跟眼睛的比较之下呢 可以说有极大的落差 眼睛看起来 如果是1的话 那么PK3的亮度就是2或3 特别特别的亮 眼睛看不到的细节 PK3都帮您看到了 太牛逼了 那么当做行车记录器呢 大才小用了 如果说要花1万7千9 2万1千9来买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它没有对手 它是值得入手 可惜啊 现阶段是2024年的3月份 依然没有办法 获得充足的货物量供应 我们也只能引颈期盼 希望原厂赶紧把货给做足了 让大家的爱用者呢 能够拿到手 享受它这个低光下的这个拍摄效果 精彩 干净 如果说我们生活上要用它的话呢 要特别忌讳下雨天 因为它怕水 那么再来男生 这个见手见脚或者出手出脚呢 那个很容易把它给摔伤了 那这就得不偿失了 那如果说 另外一项选择的话呢 她的姐妹几种DJI Osmo Action 4呢 三轴的这个模拟的这个防手震 电子防手震 震纸震纹的效果呢 相当的不错 那晚上的表现也不差 那么也可以当做一个考虑了 就是女生 纤细的小手拿着口袋相机 OK的 那么谨慎小心别摔伤了 那男生呢 我是强烈建议你 水里来火里去的 到处乱跑到处乱钻的这种男生 手呢也就是出手出脚的 容易摔东西呢 千万别买PK3 你就买Asus 4 就是很好的不错的选择 那如果你是去庙会的话呢 通常都会遇到下雨天 这时候呢 你Asus 4就是你最佳的帮手了 再来就是摇臂的部分 摇臂的部分其实买Asus 4跟PK3 各有不同的用途 PK3呢 它可以让你做角度控制 那Asus 4呢 就只能利用上下左右的移动 或者是转向90度做所谓前进 摇臂前进的一个动作 那稳定度相当的不错 很流畅 所以各取所需各取所耗吧 那么我们也建议你 如果你不差钱的话 其实两个都买 这个晚上就拿PK3 白天就拿Asus 4 各取所需嘛 那下雨天呢 你Asus 4拿出来 那晴天呢 PK3拿出来 那两台都带去嘛 是不是 就都有足够的电力 然后一个再充电 一个来拍 一个充电 一个来拍 你永远就有源源不断的 这个拍摄的这个电力 让你能够交付更替 因为他们的充电速度非常的快 他们有快充功能 也就是业界当中 运动相机当中呢 充电速度最快的就数它了 那热档呢 没毛病 我玩了这两台机器 那么的久 天天跟在我身边 从来没有发生过热档的现象 真的最好的两台 这个随身型口袋相机呢 Asus 4 PK3 我们客人呢 最近有一个问题 他因为等不及PK3 又要参加绕镜 妈祖竞相绕镜 没办法 他买了PK2 所以他为什么会有两台呢 他希望一台拍前方 一台拍后方 他一次要做两个机位的拍摄 然后来取得更多画面 更多层次的素材 来进行这个画面的调度跟调节 他直播也打算这样做 就是PK2跟PK3呢 全部都通用我们的6.8 EGL全球通 然后进行画面的这个传递 这样就有效的能够让我们的设备呢 获得了一个相当不错的 EFP多机直播作业系统 也可以当做录影系统 这么明亮的一个设备呢 用起来其实蛮顺手 也不需要太多的这个学习 拿了开机 然后就在那边按 尽量搞尽量按 然后他的这个记忆卡呢 这个主机是要另外再购买的 我们是因为是经销商啦 所以我们买的机器呢 是里头是有记忆卡的 但是外部的这个客户的部分呢 就没办法 记忆卡就要另外买 然后再来就是 他的保养跟维修 那以往我是不太爱卖他们家的东西啊 但是他们现在因为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变革 就是在售后服务方面呢 有做了很大幅度的修正 那么让客户呢 可以说舒服到一个极点 他们到府收送 他们到府收送你的故障机器 然后带回来维修之后 用最快的速度呢 帮你系送回来 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出 地灾不亏将来要成为世界第一了 在这个运动相机界的市场当中 将来势必就是他的天下了 那我一个客人PK3摔坏了 他的电池摔坏了 裂开了 没想到保固期间内 小小的一颗电池呢 他派人到你家去收 礼拜二收走 礼拜五计划来给你 我的天啊 找不到第二个 能够与之PD的这个 摄影器材的这个 公司 品牌公司 能够做到如此 让人满意的售后服务 真的是千无古人厚无来者 厉害的DJI 好啦 有需要的朋友 DJI所有相关商品 欢迎找怪机师 由我们专业为您服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